没吸状态爆棚没吸状态增加 周五的西班牙美日体育报再次将没吸推上封面 该报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数据 那就是没吸在吸甲已经连续46场比赛没输球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数据 而随着国际比赛日的结束 没吸希望能继续扩大自己的不败状态 没吸上次在吸甲输球 还是在2017年4月 他们在客场0比2不敌马拉加 没吸在吸甲46场不败 也是吸甲球员第四场的不败记录 仅次于伊涅斯塔的55场不败 2010到2011年 布特拉格诺的50场不败 1988-89 以及秦多的47场不败 1988-89 巴萨接下去的对手是皇家社会 梅西对阵这支球队感觉很好 他曾在20场比赛中15次攻破皇家社会的大门 而且只有两场比赛中他的进球未能给比赛带来分数 值得一提的是C罗也是15次攻破皇家社会的大门 最近几个赛季 梅西一直都是皇家社会最头痛的人 最近四场对皇家社会的比赛 梅西在三场比赛中有进球 每日体育报还指出 如今梅西获得了巴萨更衣式 更大的尊重与更高的推崇 而他在赛季出的一番演讲 让他在巴萨队内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这个赛季 梅西带上了巴萨的队长秀标 在巴萨赢下干博杯冠军后 梅西罕见地接受了采访 他一概以往的羞涩和内敛 展现了自己的霸气和雄心 发誓 要在新赛季为巴萨赢得欧冠奖杯 对我来说 成为队长这是一种骄傲 在这个赛季 我们打造了一支强大的阵容 这些心缘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上赛季 我们赢得了联赛和国王杯冠军 但我们在欧冠经历了挫折 特别是被淘汰的方式 让我们心痛 现在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 让这座美妙的奖杯回到诺坎普 加油巴萨 加油加泰罗尼亚 31岁的梅西更加成熟了 他成为了球队真正的领袖 而这个赛季 他也不允许球队在欧冠中的失败了 2番 加油加泰罗尼亚 他也不允许球队在欧冠中的失败了 2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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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番 2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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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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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